Hello everybody 这是这个视频 呃测试线软件视频的下一期 然后本来昨天 应该把这两个视频一起录了的 但是后面 太累了 就去吃喝了杯小酒 然后不知道今天声音和昨天是否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没事 因为这个视频是下个礼拜再发出来 就觉得没关系吧 好的 现在是第二遍的那个 呃 深入画细节的时候 对 其实一画一张画 你把眼睛画好了 就很容易突出 突出这个人物吧 我觉得 所以眼睛的话你们要好好 学习一下 这是画眼睛也挺简单的 你就是 就是先画你的眼皮子 或者眼珠子都行 眼珠眼白眼皮子 就是三个东西 然后你画眼珠子的时候 就是 你顺眉的部分 和那个眼睛画最黑的那个圆圆点 要连在一起 这样就不会突兀 然后下面用一个 呃 比较浅的颜色来铺一遍 其实就这么快就能出现 出现 呃 光感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然后 你差不多分清楚了明细以后 点了高光的话 眼睛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我这个软件 太油了 我的高光点 点不是很清楚 不过要看吧 你们画细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 可能有时候会把细节抠过了 然后就发现整体 其实没有多大变化 但你放大看好像又很丰富 所以 画细节的时候要注意 来来 呃 时不时的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就放小一点看一下 它是不是还算和谐的 是不是感觉还画了点东西这样子 然后这个侧面眼睛 其实好像没有这么好画的 我觉得我的眼睛是可能画的 画的太过来了一点 应该再小一点吧 这样才会有往前看的感觉 然后 我特别喜欢给我的人物画那种彩妆 你知道吧 就 画眼影的时候我就给他上眼影 上眼影 然后 真的就是按化妆了不走 打一层有颜色的眼影 然后 在眼睛 眼皮中部的地方上一点 浅的眼影 然后在浅的地方再铺一层 呃 散 那个那个 不是搞搞 应该怎么说 就是那种亮亮的眼影 blingbling的那种 这样的话就会 很美哦 然后 然后 这已经好像有一点没有凹陷进去的感觉 可能是 就是眼头 眼头橘色的部分画的 太浅了 好像有点皮 对吧 嗯 对 但是眼头还有一个地方 有 哦 就是看到没有眼头 那个地方有一点亮亮的 这个东西点一下 会 会 会比较深邃 哦 对 哦 反正好困啊 嘴巴的话 我这个嘴巴 其实最后真的没有画好 真的好油好油 好像颜色都糊在一起了 去分的不是很开 嗯 然后 嘴巴高高的位置 我可能以后会 研究一下 我每次画嘴巴高高的时候 就觉得 画得好奇怪 画嘴巴其实挺 呃 还算简单吧 如果你希望要那种粉粉嫩嫩啊 像韩国小女生那种嘴巴的话 你就把边缘模糊一点 就不要画得这么 这么死 就边缘 边缘不要太硬 然后画嘴巴一般就 你画两半的唇 唇型 上面的那片嘴巴 颜色会比上面的深一点 然后画 铺完两个色以后 你就画那个 嘴唇中间 还有嘴角 这些比较暗的地方嘛 也是先把暗的东西 铺出来 把层次拉开一点就行了 哎呦 哎呦 画了果冻出来还是什么 非常的简单 你就 呃 嘴唇 中间 画重一点的红色 然后 嘴唇外延 画前一点的红色 然后把它们护在一起 上一个高光 一下就很 水嫩的感觉 嘴唇 画鼻子的话 要 我觉得要切记那个 鼻孔 不要抠得太死了 切记鼻孔好像也有一点点死 但是 太死了 就感觉 没有 没有 呃 没有 不可以把手伸进鼻孔的感觉 伸进鼻孔的感觉 你们懂吧 哈哈 咬救一下 鼻子其实也还 还好画的 不要看鼻子好像 看上去没有什么绵养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鼻底 鼻底颜色要深一点 然后鼻底两侧 把鼻底稍微浅一点 然后上面的话 骨头的两侧的位置稍微深一点 骨头中间亮一点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 顴骨的这里 顴骨很容易画 我觉得 你就 打个侧影 上面上一点高光 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 呃 就是 你们应该听过那种原理吧 就是 呃 脸上最亮的部分 那个 那些字块 其实是偏冷色的 所以 你们看到我在 就是 眼睛下方 最亮 我们一般最亮 叫什么 眼睛下方是叫 脸颊吗 不知道 呃 眼睛下方的位置 加了一点紫色 有没有看到 还有额头上放 因为 它是一个比较亮的地方 然后你加 呃 冷色的话 可以区分 也是 拉伸层次感吧 跟棉眼关系 就是 棉眼关系 还有 冷 暖 色调 就可以把一个 东西 画得很有层次 一般就是 亮部的偏冷 暗部的偏暖 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下颌角的话 其实有一个反光的 不过你们要看那个图片吧 我觉得 我对的那个图片 它是怎么弄的 其实 底盘那一般的时候 就 看什么画就好了 你看到什么 你就把它画下来 没有关系的 你看到什么颜色 你就把它画出来 你这样去找 是不是 比如说 你看到其实东西是黄色 但是它黄色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细节 很丰富的颜色 你再仔细看 比如说 有黄色里面偏一点 红色 或者是 什么 暖暖的绿色那种 你也把它画上去 这样的话 这样你的画就 颜色也会比较丰富了 好 然后 现在在干嘛 嗯 嗯 嗯 对 我 也很喜欢给画 画那个那个 知道什么 腮红 对 腮红 画了腮红 我觉得脸颊部分 一定一定不可以 太平滑 所以我会加那个 粗糙的笔 把它就铺在脸颊 全国的位置 就像打了高光一样 那种 亮晶晶的高光 在天然底下 特别炫的那种 看我开始打高光了 拿一点那个 粗糙一点的笔 或者是那种颗粒的喷枪 就喷在 比较亮的位置 马上就会出效果 看到没有 我现在拿的是一个 比较粗糙的笔 然后给它画了那种 那种 不丁不丁的 包包 真的就很像美妆 有没有 嗯 看全国是不是很美啊 现在 啊 就好看 嗯 现在应该要开始细化头发了吧 嗯没有 还在铺那个亮晶晶的东西 差不多了 嗯 嗯 嗯 你们有没有什么 就是 平常画画遇到的问题啊 或者什么 也可以告诉我 我看下他们 就那种 按问题的话来教你们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想看什么 对吧 嗯 嗯 嗯 我觉得像你们画一般也是这样吧 就是 画画一个东西 画以后 然后 就拿 混合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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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糊在一块了 糊在一块的话 就会很油嘛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拿那种 呃 粗糙的笔 粗糙的笔 给它上一些 要再上一点 东西 然后又留下那个笔的印子 这样的话 我觉得画的质量会好一点 现在开始在画头发了 那这个头发其实是 有一头四四的头发 然后 卷过来 就搭在了额朵附近 那我就再多重画这个部分 不怕你们 就是 真的是把暗部 上一上 然后开始画那个小细毛 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画了小细毛以后 你再 上一点高光啊什么的 然后 画廊稍 因为 要虚化一点 少画一点 不然整个画面都很死 因为 人的头上也是有空间关系的嘛 对吧 就是 远的东西的话 就可能 飘渺一点 如果你画的很 很死吧 那个 远的东西也会浮到 面前的感觉 就很平面的画 等它放下细毛 还有 臂毛什么的 对 然后你们 呃 画头发 如果那个头发是 飘在脸上的那种 你一定要给它自己的画阴影 我总是忘记画这个东西 没有 就感觉 啥了点什么 然后我五官最不会画的就是耳朵 我觉得它是 很多很多人的 tone screen 我画不好耳朵 你有看到吗 要不下一期我们再处理一个画耳朵的 照尘吧 这个真的要耳朵的临摹练习 因为你不断的看别的东西 然后你摸它的 最后才会变成你的 你的自立 然后加上你自己的 自己大的风格 嗯 然后整幅画完了的话 然后你就 还是要看一眼明暗关系怎么样 然后你可以 开始加一些比较亮的笔 突出 出他们的细节 啥的 嗯 哎哟 哎哟 不好意思 我太困了 嗯 因为有时候你画画 每个部分画一画 可能颜色又附在一起了 然后你要加上重的地方 然后把这样的地方 深深深深地体谅一下 结果还不错 效果 嗯 我一开始 喜欢画画的话 我也不知道 小学自己在家瞎搏 然后整体画的挺像的 挺开心 你知道吗 然后 就越来越喜欢画 一开始也是看那个 日本动漫啊什么的 觉得好好看 画那种平面的二维的 挺可爱的 然后后来到大学 就买了块数位板 就开始跟着别人学 就喜欢画 头像 当然是这个 美术 美术 卖美术图书的 书店 去看的时候 觉得 那个时候叫什么 CG 对不对 CG画 对不对 觉得人家画的超屌 好厉害 我当时也不知道CG是干啥的 就觉得 哇 怎么能画得这么好看 然后就开始了 大家一开始很狗 不知道怎么画 觉得一年那七八糟了 所以你们也要好好练习 真的好好练习了 一定会有收获 跟我一起画画吧 我画的这里 应该就画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觉得是下巴那边比较 比较 比较油 因为我不知道该上什么东西了 也上不去 好了 这一期视频差不多 就到这里 要结束了 你们看了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再告诉我吧 或者你们自己 平常画画的时候 遇到哪里的东西画不明白 我再去那种 比较仔细的元素教程好了 记得给我点赞哦 拜拜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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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